生命不在于运动,你跑得越快,死得就越快,因为心脏的寿命也是有次数的 你想想看,你是不是跑得越快,心脏跳动得就越快,是不是走得就越早呢? 所有的运动员那是全世界最短命的职业,因为健身和养生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健身它健的是体,不是身,大部分健身都是以锻炼四肢为主 我以前没有学习到家养生义法之前,在健身房撸铁,跑步机上五公里起步 自行车环湖二十公里起步,练下来是气喘吁吁,满头大汗,酣畅淋漓 总觉得自己的运动很到位,但是一个人真正的寿命长短呢,是五脏六腑调和的表现 你想想看长寿的都有什么人,道士和尚和佛家坐禅都是静比动的时候要多 那狗狗也是有寿命的,你看看狗是不是只能活十几岁 它的呼吸呢一分钟是二百多次,人呢一分钟三十六次 所以我们能活到七八十岁,乌龟呢一分钟是三到六次 所以千年王八万年龟 大家看到这儿千万不要为你的蓝找借口找理由 是不要做剧烈运动,大喘气的运动,要做有氧运动 比如说龙虎玄弓,导饮术,道家内丹弓,吐纳,湛庄,等等 关注我,让我们一起学习道家养生命法 提升能量,整体身心更健康 谢谢大家